逛外滩 告别了香港,我们来到中国著名的大城市上海。 早上,爷爷带我去逛外滩。 外滩在黄浦江西岸,我们沿着江边由南向北走, 一路上看见许多美丽的花坛和干干净净的石椅。 很多人在这儿锻炼身体,有的做早操,有的打太极拳, 还有的练气功,看上去他们都很精神,很健康。 外滩的楼房古朴、凝重,他们多是欧洲式的旧建筑, 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 江对岸是浦东开发先驱,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。 最引人注目的是东方明珠电视塔,塔高468米。 目前,它不但是中国第一高塔,而且是亚洲第一高塔,也是世界第三高塔。 它已经成为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志了。 我们来到了外滩公园,爷爷告诉我说,半个世纪前,这里是外国人的租界,江上停满了军舰。 1949年,新中国成立以后,外滩成了旅游圣地,建设得越来越漂亮了。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,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上海的变化更大更快,外滩也更美丽了。 。 。